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樣去灌這個愛爾登法環媲美DLC的最新模組 只要是魂系老司機呢 都知道這個模組 而且呢都非常非常期待 期盼了非常的久 為什麼呢 因為 你進來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除了多了很多的新武器 好像這個獨焰巨人之劍 還有很多的新法術 黑焰匯力 我們只要走一走之後 可以這樣子邊走邊把他丟出去 有沒有 超帥的 超帥的 而且可以一直連續的丟出去 還有 就是說他這個裝備呢 是有屬性加成的 像這一件 死眠連身裙 欸就加了四點的智力 還有四點的信仰 呵呵呵呵 就好像跟那種RPG一樣啊 你打到裝備他是有加屬性的 還有隱藏的裝備 嘿嘿嘿嘿嘿 大家最期待的 四眠小兔兔 想不想看啊 欸 阿伯呢帶大家 一起來 啊欣賞一下 這個最新的風車村 相信這邊大家應該都 沒有看過吧 有沒有超酷的 我現在在的位置呢 就在寧姆閣府啊 寧姆閣府北邊這裡 本來就只是一個平原 然後過來可以去到這個死亡降臨的地下墓地 裡面可以去拿到那個打刀 還有這個 這邊有一個騎士 我們幹掉之後可以去獲得到一個那個 黃金樹的麗士的一個戰灰 前期呢非常的好用 那就被改成這個樣子 變成了一個神皮的 聚集地 場景非常非常的用心啊 超酷的 我第一次來到的時候整個 哇 根本就是新的遊戲了吧 對不對 然後再來我們去帶大家看一下 旁邊的這個 死亡降臨的地下墓地 進來之後 本來以為也沒什麼 喔喔 欸 這邊也變成 風車村的 領地了 喔超酷超酷的 超級的用心 真的是 讓我呢 第一次領教到這個模組的厲害 本來呢就只是以為 可能換個皮啊隨便改一改 沒想到內容啊 是非常非常的多 無此之外 還有很多的地方啊 都有做改變 那因為他現在釋出的 是Alpha的一個版本 就是連這個 測試版 都還沒有出來 就只是一個 最早發售的版本 所以呢 他應該還有很多的內容 是沒有放出來的 純粹呢就先 釋放一部分的內容 來給大家 做一個體驗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 要怎麼樣 安裝這個模組吧 GOGO 好首先呢 阿貝會把這個 最新的模組呢 放在 雲端來供大家 做一個下載 連結呢 會放在下方的 完整資訊欄 還有留言板 好首先呢 我們先點開這個 Steam 然後來到 艾爾登法環的 界面 接著呢 我們點內容 本集檔案 游覽 先回到我們這個 Alder Ring 他的 主要遊戲 放置的位置 那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 Regulation 點併的 一個檔案 先把它 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要來建立一個 還原檔 那可以 自己 創一個資料夾 隨便取什麼名字 像我這裡是取 艾爾登法環的這個還原檔 先把這個檔案給丟出來 複製就好了 複製就好了 再來我們去把這個 MOD 解壓縮出來 之後呢 這個MOD裡面有一個檔案叫做 Regulation 點Bing 就是我們剛剛複製的 名稱是一模一樣 但這是模組裡面的喔 然後把它 貼到 原本我們遊戲檔案的位置 貼上去之後呢 取代 目的中檔案的位置 那這樣呢 就算 安裝完成了 接著 我們再 回到這個模組這邊有一個 啟動器 叫做 Lunch MOD Elden Ring 點開之後就會直接運行這個模組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漢化這個模組喔 那一樣呢 阿貝會把這個檔案 放在雲端 Convergence 漢化 那 下載下來之後呢 直接 解壓縮 致詞 然後呢 就會出現一個 MOD的檔案 那把這個MOD的檔案呢 剪下來 然後呢 貼回去 我們剛剛 模組的這個檔案裡面 直接 貼在這裡就可以了 直接貼上去 給他複製下去就可以了 取代 這邊我們點進來看一下 MSG 就會多了一個 CHOCN 然後這邊就多了兩個這個語言包了 那 之後呢 我們再來這邊 做一個語言的切換 在這裡 把這個語言切換成 簡體中文 就可以完成漢化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 這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大家會幫助的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版 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